所以我们看到王鸿威他去上央视 是不是也有一种特殊的用意 当然他的特殊用意最简单的地方是 自己大外宣大内宣讲了半天 中国人民也是会麻痹的 最好的掏色或是唯唯救药方是什么呢 我找台湾的人来告诉大家 民进党现在到底犯了什么错 这总是有说服力吧 抬头多好听跟紫舌兄一样 文传卫的副主委台北市的市议员 中国人民可能分不出来 国民党的文传卫副主委 只知道这跟我们中宣部 都不一样大 用台湾人的口音 用台湾人的论述算捧在台北 用这样的方式来指责民进党 清迈刚刚好让中国现在 许多的行为都合理化 王鸿威说台湾是美国 川普 我喜欢特朗普的棋子跟利益 但是他不知道 他现在这样的说法 反而是中国大外宣的棋子跟利益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类比要 因为我们不用来讲说 美国台北鬼怎么样 这个东西大家也都听了非常多了 你我都在一个屋檐下 这我觉得脸书有人发 你我都在一个屋檐下 结果我们有个恶霸邻居 这个基于我们家的家财 天天恐吓我 威胁我 结果我们这个社区努力起来 组成巡逻队 而且像对我比较好的朋友 买电子锁 甚至报警处理 结果我们里面的社区的邻居 对我们这样的处理方式 不仅不满意 跑去跟歹徒一起开直播 说我们这样做很愚准 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这已经不是斯德哥尔摩政 这已经不是被歹徒绑结了 绑票了 或者是被勒索了 这是什么样的心态 我觉得国民党传统以来 就是敌我不分 简单来讲 民进党做的就是错的 或者是民进党今天 所有的政策都是秦美 我调了大家书带根历史好了 国民党过去难道不秦美吗 讲的一副在马政府执政时期 从来都没有对美军购过 从来都没有台北之间的 任何的交流 所以说这就是对历史认知的浅薄 而且在这个时期上 我刚才说 明明现在中国的压力非常大 全世界对它在究责 法律战 舆论战 还有赔偿战的时候 全球总和已经超过了 1500兆台币了 它压力当非常大 内部的压力也非常大 OK 再做整数 所以我刚才所说的 有什么最廉价掏收的方法 找一个台湾来的 但是邱毅已经讲很久了 没有新意了 已经没有新意了 也没什么生意在 或是黄插贤也没有新意了 今天来一个深面孔 取代了过去的这些邱毅 形象还蛮清新的 听说也是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 台北市员颇有名义基础的 中国人民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这样的人代表是全台湾的民意 显然今天最有趣的地方是 连国民党好朋友也跟我讲 又是文传会的副主委告诉我 他不能代表国民党 所以我讲最有趣的地方是 国民党为什么遇到事情 通通都不代表国民党 叶庆元帮韩国瑜打官司 叶庆元外号叫叶壮师 他明明就是国民党考机会的主委 我不代表国民党 吴思怀的言论不代表国民党 然后王鸿辉不代表国民党 那请问谁代表国民党 所有人都跟国民党做切割的时候 王鸿辉这个言论不代表国民党 最后王玉敏出来说话 说这是民进党做操控 请问这个通告 民进党发给王鸿辉了吗 请问唐凤有那样的能力 去影响到王鸿辉的脑波吗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面对事实 所以说王鸿辉最大的错不在于抬头 或是杨文桥智讲特朗普 而是你今天搞不清楚 现在台美关系最主要的原因 是来去中共意图改变现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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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